都小点声 我讲两句 看到一档美食节目 介绍了台湾的夜市牛排 既平价又美味的传统小吃 搜了一下上海 有且节用一家 开了有年头了 老板大概率是台湾人 探极牛排 位于米航区龙摆地区黄化路上 与台湾不同的是 上海没有夜市给你摆摊卖牛排 而是开在了一个装修很清新的小房子里 首先是免费且畅饮的红茶 餐前面包可选蒜香和奶油两种 我要的是蒜香 现烤的面包还带着温度 外边一圈是脆的 里面还是软的 哎哟 可别瞧瞧这平价牛排 面包还挺香 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去一块 没好意思问 套餐内自带一份玉米浓汤 如果单点是9块钱一份 味道还不错 挺浓 如果能再热一点会更好 牛排还有各种部位和熟度可选 西冷 费力 剔骨 眼肉 应有 尽有 从几十到一百多部的 可以单点牛排 也可以选择套餐 套餐还分高低套餐 意面还可以选普通意面和螺丝意面 眼前是我要的88元西冷套餐 包含今天所有吃喝的一切 牛排虽然不厚 但块头挺大 倒是挺舍得给酱的 这边还连筋带肉的 没有那么多讲究 讲究太多的不适合在这吃牛排 确实挺嫩的 很好切 看着肉的纹理 不像合成牛排 本来想要五分熟 阴差阳醋要了七分熟 尽管是七分熟 依然很嫩 味道也不错 只是老板太舍得给酱了 还都直接帮我撒到牛排上了 口味稍微有点重 老板是短发台湾女人 不管是点菜 还是跟后厨沟通 都干脆利落 如果你不知道吃哪种 根据口味 他还会帮你推荐 这毕竟是实体店 除了主打的牛排以外 还有意面 舌拉 鸡腿鸡块猪排 甚至还有鹅肝 和泰式大虾 等等 这家评价牛排馆 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好不少 又是吃饱喝足的一天 那让我们明天见 天天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